第十四课 云和菩萨自性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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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十波勒密 这是十波勒密 分四课 第一课是正 第二课是列 现在是第三课解释 分三课 第一课是自性识 分三课 第一课是正 怎么叫做自性识呢 就是识的体性 识的体性是什么呢 这么几句话 下面第二课解释 为主菩萨于智神才无所故习 这么多的菩萨 对自己的生命和财富 无所故习 一点也不爱惜 能使一切所应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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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所有的生命和财物 这一切的身 身材 能够布使所应该布使的身材 身材之物 这个所应这个地方 这句话的意思 我虽然不爱惜 但是应该布使我才布使 我不应该布使的时候 你要我还是不给你的 这个意思 这个布使是慈悲的行动 但是慈悲里面有智慧的 也是要观察 应该这样做才这样做的 无贪居行食 既因此所发 能使一切 无罪 食物生于耳叶 安住利利阿吉莫见 定有果见 谁所需求 既因此如耳叶会食 但是四名菩萨自行食 这个自己的生命和财富 布使的时候 无贪 就是心里面 不贪照这个生命 不贪照这个财富 这个 居行思 这个思是 就内心的思想 内心的思维 内心的观察 就在布使的时候 你内心的这个决定者 你是经过观察思维的 就是这个决定者 这个决定者和那无贪在一起活动 这叫无贪居行思 这个 你做这件事的那个思心所 这个思就是那个思心所 这个思心所 这个思心所就是 那就是思的自行 那就是思的自行 是你内心的思心 内心里面这一念心 是思的自行 因此所发 能使一切无罪 因为你内心里面有这个思 无贪居行思 就发出了一个行动 就是能使一切无罪的事物 这个事物 施舍出去没有罪 使得对方也没有罪 能发动出来无罪的事物 能发动出来无罪的事物 那就叫做愚业 深业和愚业 那个思就是意业 安住律仪 阿基摩基 同时 你这个仪 这个菩萨本身 安住律仪 是安住清静的戒律上面 他的身口也 是符合佛所制定的戒律 就是布什者这个人 他同时他还是有戒的 阿基摩基 这阿基摩 就是 翻到中国话 是传 传颂的传 就是 佛说的这些经 过去佛 现在佛 未来佛 辗转的流传下来 叫做传 也就是这些经 阿基摩基 就是你学习过佛法 你有佛的 以佛的教法的思想 一个律 和戒 有的人 他戒 他破戒了不清静 这个戒没有了 但是他还有戒 有政治正戒 他学习过佛法 他还有佛法的这个中心思想 这个戒 有的人 有的人 吃戒很清静 品德很好 思想不清静 有些知些见 这是两回事 有的人 有的人见具足 而戒律不具足 有的人戒律具足 而思想不具足 我们佛教徒 不管是出家的佛教徒 在家的佛教徒 去想要去清净善知识 清净善知识 你怎么样选择善知识 这里面告诉我们 一个思想 有政治正见 打击摩见 就是他的思想符合佛所说的教法 思想正确 这是一个条件 第二 他的品德也高尚 有戒律 就是有律 有戒律 又有政见 这是比较好 但是有的人戒律 品德很好 思想是不对 邪知邪见 这是一种情形 有的人思想很正确 戒律不好 品德不太好 有这种情形 现在这里面说是 你想要学习施波罗密 同时这个人还具足戒 又有政治正见 定有果见 同时这个人还相信有善恶果报 做善有善报 做恶有恶报 这决定是这样子的 他也有这样的思想 谁所希求 既以此物而行 会是 谁所希求 我想要得无上菩提 你希求 我想要得无上发言 希求 或者有其他的 符合佛法的 不违背戒律 也不违背政治正见的希求 既以此物而行会是 就是用这一件东西物 去布施给前面的人 是令他得大利益 当之是名菩萨之行事 我们知道 这就是叫做自行事 这个师的本身的特性 什么叫做布施 这一段文说的 这就叫做布施 这个地方和一般说布施 就是有一点不同 就是布施的同时 你的品德也要好 你还要有政治正见 你相信有善恶果报 比如说我们佛教徒 不管是出家佛教徒 在家佛教徒 我们也布施 外道也能布施 其他的宗教徒 也在社会上做一些 利益广大的社会群众的事情 办一个医院 办一个学校 办种种利益的事情 但是他们有他们的思想 和佛教徒的思想不同 所以彼此间不一样 虽然都是做布施 里面的体性还是不同的 看这个批评记 云和菩萨之行事等着 圣文帝说 无坛之行事照着心意 你有个无坛之行事的时候 那么有因缘的时候 你这个思就动起来 使你动先是心动 先照着心 心先动 那这就是意业 既此所起身业余业 其实你这个乌坛之行事 它会发动你的身业 发动你的余业 舍所施物 这个布施所施物 这个物 施名叫做施相 施的相貌 也就是施的自性 灵本二十五卷十六月 金词一尔 那个神文帝说的那个布施 那样子 现在这里菩萨帝说的布施 也是这样子 当然菩萨帝这个布施 以无上菩提 为最高的目标 这个也是有一点不同于神文帝 金词一尔 明知行事 言诸菩萨行一切施 如下所言 这个菩萨能够实行一切的很多的布施 如下所言 如下文的这样说 为一切者留有两种 一内所施物 二外所施物 内所施物 所施物的物属于内的 就是我们的生命 这个生命也可以布施 这个外所施物 就是身外之物 由于身财无故喜故 为什么这个身和财可以布施你 因为这个菩萨对身财 他不爱着 他不爱着 对财不爱着也不容易 对生命还不爱着更难了 这是因为你 这个佛教徒你修无恶观 能破除生命的爱着 所以也能够布施 能施如是一切所应施物 因为无爱惜 所以能够布施 又如圣文的说 如法平等 不亦凶暴 积极财物 而行会施 菩萨能用财物去布施 菩萨就得要有这个财物 菩萨的财物怎么来的呢 就是 是 不是不公平的 这里面没有欺骗行为 所以叫做平等 不亦凶暴积极财物 不是亦非法的 伤害众生的这种行为 去积极财物 而行会施 一贤皆物 而行会施 用那心贤 又是清洁的东西去布施 不是用那个破旧的 破烂的东西送给人 不是对 以精妙物 而行会施 特别微妙的东西送给人 以清净物而行 不是用那个悟会的东西送给人 由此治他俱无有罪 你能这样布施 你自己也没有罪 接受你布施的言也没有罪 凌本二十五卷十六页 施明能施无罪施物 这个能施无罪施物 这句话就是这样的意思 坚持菩萨意气种种内外食物 于诸众生定作利益 这个二十五卷那是属于僧文地 现在这是菩萨地 说菩萨的事情 菩萨意气种种内外食物 于诸众生定作利益 菩萨用慈悲心做布施 同时也是用智慧观察的 观察这个事物 对于众生 接受你布施的众生 决定有利益 然后才布施的 定作安乐 也决定令众生得到安乐 这个利益和安乐 前面那文字 他利品已经解释过了 就是利益是属于因 安乐是属于国 决定一个是有价值的一个因 你做了这件事 将来能得到安乐的过往 是这样 即便是有符合了这个条件 菩萨就会失了 使命能使一切无罪是物 有诸菩萨要在诸佛圣教出家 忠不违约所有消除而行回事 有诸菩萨要在诸佛圣教 要在诸佛 诸佛出现世间 诸佛为一切众生言说圣道 就是圣教 在这个佛法中出家 忠不违约所有消除 因为在佛法中出家 佛法就会自定一些戒律 让你遵守 不要做恶事 而菩萨在佛教中出家 就不会违反所有的戒律 就是消除而行回事 世明安住律一阿吉摩剑 安住律一 又安住在阿吉摩的政治政见里面 在佛法中出家 就是阿吉摩剑 而且安住律一 从这句话里面看出来 一个佛教徒 他一定是要受戒 你要受死 三个月也一定要受五戒 同时你有佛法的思想 所以叫阿吉摩剑 如果你不欢喜学习佛法 你的佛法 你的佛法的思想从何处来呢 这个一看出来这个意思 佛教徒如果不学习佛法 这是有大问题的 佛教徒如是了之一切品类所行故事 这个一切品类的故事 故事各式各样的故事 各式各样的情形 比如说一个老人有病 他不能去看医生 你一开车把他送到医生那里去 那也叫做布施 所以老人过马路的时候 他的身体不那么自在 你帮助他安全地过马路 这也就叫做布施 就是各式各样的布施 如是了之一切品类所行故事 一切品类四国一书 布施是因 各式各样的布施 将来得到各式各样的果报 因不同 果报也不同 所以是一切品类四国一书 深圣信节 有因就会得果这件事 他的信心特别强 特别的深刻 特别深刻这个意思 这是不可动摇的意思 不由他缘 非他所言 这个布施这件事 你 不是由另外一个力量 叫你去布施 不是别人说几句话 叫你去布施 不是这个意思 施明安住定有果见 就是你自己主动我要做这件事 这表示有力量的意思 所以就安住定有果见 一如下说 那么这就是自性事 自性事这一段讲完了 下边第二个就是一切事 分两个第一个是真 神门云和菩萨一切事 什么叫做一切事呢 是真 下边第二个解释分两个第一个是一切所思 分两个第一个是解释一切 分两个第一个是标列 外一切者 所说的这个一切是什么意思呢 略有两种 这一切是很广播的 但是现在把它是归纳为两类 一则一内所思物 二是外所思物 就是分这么两种 这是第一个标列 下面第二个解释 随时分三个第一个为内 所以要诸菩萨淡舍己身 使命维持内所思物 只是把自己的身体送给他人了 这就是唯独是内所思物 要诸菩萨为民十度活命众生 这是第二个是内外 亚洲菩萨为民十度活命的众生 这个众生使人吐出来的东西 来活他的生命 这样的众生 菩萨特别爱民他 为民十度活命众生 说说失疑 吐说引尸 那么佛 这个菩萨就是说说的吃东西 然后不咽下去 再把它吐出来 而使给那个众生 好 使命扎实 内外实物 这样的菩萨就是内中有外 外中有内 所以叫做扎 这就是内外实物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为外 要诸菩萨出上所说 失于一切宣说 菩萨上为一个内外 这两种除掉 剩下来的 那就是 失于一些所应实物 失明为词 外所实物 就是外实物的 批询记 失于一切所应实物者 为于有情数物 无情数 这个外实也包括两种 一个有情数 就是 他也是有心思的 有心思的 有心思的 有个猫 一个狗 这也是有情数 所以一个烟 也是有情数的 无情数 没有心思的 没有思的 一块木头 一个木头 一棵树 或者一个花园 一个大楼房 你不是 那么这是无情数 无罪 色者 你私有情数 是无情数 但这件事没有什么过失 没有过失的 那么这叫做 于一切所应实 有助菩萨 料要二相 一致内身 十来求者 这是第二个 变十相 这是 变十的相貌 分三两颗 第一颗是内身 分两颗是第一颗标 有助菩萨 有助菩萨 料要二种相貌 一致内身 十来求者 远来求他的 神明的 这是 标 下面第二颗解释 分两颗 第一颗总师 又分两颗 第一颗标意 总求圣者 一身是彼 总求圣者 我不是求你身体的一部分 我不是说 你把你的手给我 把眼睛给我 把耳朵给我 不是一部分 就是你全部的身体 总求圣者 那么一身是彼 不是给他 虽说 欲为 细数欲彼 就是你这个身体 就是 不是给他 谁所欲为 就是听他的命令 就是细数于他 属于他的 你不能自足了 你这身体送给他以后 你不能自足的 随顺欲彼 各式各样的行动 要随顺那个主人的意思 那么这是 就是标意 下边 愈合 用词语来解释 譬如 有人 为一时故 强制为他 而做 不是 是举一个例子 譬如有人 自己的生活困难 就 为了 求得一时的原因 强制为他 勉强的 勉强自己 为别人来做菩师 给他做奴隶 给他做功 就是 他有权 支配你了 如是菩萨 无碍言心 但为肃政 最圣菩提 这个菩萨 把自己的身体 实施给他人 放弃自主权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如是菩萨 无碍言心 他没有爱心 不是有爱 不是有仰无心 但为肃政 最圣菩提 就是他的希望 想要快一点 得到无上菩提 但为众生 利益安乐 得无上菩提 这件事 得无上菩提干什么呢 就是为了利益众生 如果我不得无上菩提 我不能利益众生吗 也能 但是是范围小 这个利益程度还是肤浅 你不如成佛以后 你利益众生 是特别的圆满 但为布施波罗密度圆满 这是第三个原因 就是我修布施波罗密度能圆满的 最后能用生命 布施给出去 一生是彼 所以用自己的身体 布施给他也 谁所欲为 细数于彼 谁顺于彼 你不要自主 要听他的命令 好 这是总师 是总师的意思 下边是彼此 二 别求 守主 头目 智劫 智劫 别求 这个来求菩萨的人 他不是要你全部的生命 不是 他是一样 要求 求你的手 你的手要送给他 或者猪 或者头 或者是目 或者智劫 或者是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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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至是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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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至是骨髓 随其所欲 一切是欲 随对方所欢喜 他要这个 菩萨就给他 菩萨能做到这一点 好 这件事呢 我看不是外传问菩萨能做到的 一定是要到南丁隐位上 要到隐位上才可以 不然你隐不住 你隐不住 好 这个 我们 没有修止观的人 我没有修行的人 看见这件事不可思议 所以他要 要我的眼睛 哎呦 我眼睛给你 这是不是不可思议 好 但是常常啊 观察这个生命体 如混如化 如必经空的人 他这样的止观 有点相应的人 那他的确是不在乎 他的内心里面就是不在乎 这是无所姑息 就能做到这一点 你要的头好 我就把头给你 那要头等于是把生命都牺牲了 他不在乎这件事 没有这种恐怖 当然是得无声发言以后 那是有这种事情 他不在乎 他能不死 如果说是完全没有修止观 或者修止观而没相应的时候 这些事是不可以做的 是不能做的 你就是一个蚊子咬一下子 你能受得了吗 都不见得能受得了 把生命送给人家 这些事是不简单 这是属于内思 下面第二个是外物 分两个 第一个是标 有诸诸菩萨 以有二相 以外思物 使诸众生 这个内思也有两个相望 现在外思 以有两个相望 以外思物 而使诸众生 那么这是标 下面列出来 以求受用者 知彼所需 如其所落 所以以受用 这外物就是 明显的就是这些财富 财物 是以求受用者 他饿了 要有掩饰 他能了 要免衣服 没有防止住 这些事情 知彼所以菩萨能随你所欢喜的 如其所落 随意受用 就能不是给你 你就成就了这样的受用 这也不是容易 身外之物更不容易 也不是容易 这个是内物和外物 能不是内财 这是最难的 求受用者 知彼所需等者 为主有情求实于是 主有情 他没有掩饰 他来向菩萨求饮食 菩萨 求食于你的饭食 求饮食 求水 你要饮水 就给你水 求圣与圣 你要求车 你需要有一个代步的车 菩萨就送给你一辆车 求衣与衣 可以给你一辆车 求庄严炼 床 庇 瀟 各种各样的庄严举 菩萨也能布食 求诸食物 识益 十所有 除了这几样之外 其他的各式各样的财物 菩萨也能布施 求慢涂香 施慢涂香 慢就是各样的花把它编织起来 这个叫做慢 涂香或者是油涂在身体上 有涂香 也有墨香 求慢涂香 施慢涂香 求止息处 施止息处 向菩萨求一个休息的地方 菩萨就个菩萨随其所愿 也能布置个止息处 求主光明 施亦光明 我没灯 没灯 我送你 别灯 如是一切 明求受用 知彼所需 有愧乏故 他缺少这样 有诸菩萨 他谁不求 自知求者 必有所求 乘虚而愈 敞开求者 欢欣自去 有诸菩萨 他谁不来到菩萨来有所求 自知求者 自知求者 菩萨先发一个声明 宣布了一个声明 随你们自知自己随意 你要什么给什么 必有所求 乘虚而愈 如果你决定向菩萨有所求 菩萨就能随你所需要的菩萨给你 这个菩萨就是一定要大福得引才可以 敞开求者欢欣自去 菩萨能够自动的开许 你要有所求 欢欣自去 你要有所求 欢欣自去 你欢喜什么 就给你什么 一如在下面有说 世明如其所落 谁以受用 二 求自在者 菩萨们有二项以外 食物食物众生 求受用只比所需 这一段 这是第一样 下面第二个项目 求自在者 一切断心 并结私欲 这个求自在 前面求受用 求自在应该不是受用 我求你送给我多少多少财富 我不是受用 但是我有了财富以后 我心情自在 他是这样 一切断心 菩萨就能够把自己的所有权的物 取消了自己的所有权 不是我的了 送给你 断心 断灭了所有权 断灭了我所欠 我所欠 不是我所欠了 就是放弃了所有权 那这样子 并结是你所需要的 都给你 是这样子 好 在我们这个世界 我们现在这个世界 都是一般的繁腐 就是 都是由鹅 有鹅所的 就是这样 这个身体是我 这是我的房子 这是我的什么什么 就是这样子 那么都是要 不是空口说话不行 还在政府上注册 登记了 这个地方 这个房子是怎么样一个情形 这块地怎么个方向 东西多少池 南美多少池 或者是 邮寄一千墓地 或者是一百五 或者是几百五 在政府注册 就是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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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那些财富就免掉了这个麻烦 不需要登记 说这是观世音 不是所有 不是 没有鹅所 没有这件事 佛的世界当然也不是一样 就是阿弥陀佛特别地输出这件事 北居卢洲也是 没有私有的东西 所有的这些财物都是大家的 大家都可以收用 有这样的世界 有这样世界的事情 看这个批询集 求自在者 一切断心等者 为求种种细弱等聚 在这个论文上面 求自在者一切断心 并且思愈 不看出来 陷于某一种东西 看不出来 但是这个批询集成作者可这么解释 是 为求种种喜乐具 喜乐等具 就是游戏的 游戏的东西 游戏的这些自愈 求自在 我有了游戏心情自在 我用这个具 我可以各式各样的游戏 心情快乐 总应自在 这个总应 自己不要处自己 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心情非常的自在 自由自在 总将 就是我自己不要处我自己 我把我自己的思想行为开放 自由地活动 那么这叫总应自在 事实是在于故事这里说 求知在这里是这个意思 要比有情不因私比多心交易恶心 要是来向菩萨求知在的这个有情 不因私比多心交易 不会因为菩萨不是给他这个东西了以后 他就多心交易恶心 他就放纵自己高慢放逸 他就做种种罪恶的事情 没有这个事情 是一步增长诸步善根 不会因为菩萨给他这个财物 他就增长诸步善根 也不会这样子 示明一切断心 论文说一切断心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意思 这么讲 菩萨唯于令比众生因此所知虚弱等聚 菩萨唯于令比众生 因为所知的这些 喜乐的这些资许 摄受摇逸心身 就是菩萨能够摄受他 能接探他 能立以他 能接探他到佛家里边来 能够立以他 心生静心,利益它什麽呢? 它對於菩薩,對於佛法有發起清靜的信心 一刻畫到,它對於佛法有信心呢 你再去用佛法去教化它去,容易,它容易接受 一刻成熟,它就容易善根成熟 它容易,就容易得泄脱 誰彼所求,其皆是佛 菩薩隨時那個,祂要求什麽,就給祂什麽 一如下文就解釋 佑主菩薩,非無差別,一切中一切內外,只有是物實中的 這是第二刻,四相的差別 不是像話的不同,四相差別 前面是說一切所思 現在是第二刻,外物,實是外物,分兩刻 第一刻是標 這個四相的差別 分兩刻,第一刻是種種式 分兩刻,第一刻是利益踏舌 分兩刻,第一刻是略說 分三刻,第一刻是標 佑主菩薩,非無差別,一切中一切內外,所有是物實中的 無差別 就是平等的,都是一樣 一切中一切的內,所有無外,所有實物實中的 不是有差別的 這個佑主上,佑主的情形,有的是物會有差別,有不同的情形 那麼這是標 下一邊第二,是 四周菩薩,一些種種內外實物與眾生,或有實於或不實於 就是有差別,有什麼差別呢? 四周菩薩,一些種種的內實物,外實物 對於眾生的時候,或者這個眾生我是不是給你 這個眾生我不給,就是有差別的 就是有差別的,不是平等的 不是一樣的 那麼這是標,下面是正 雲和是魚,雲和不是你 雲和說是這個眾生,我就不是給他 那麼那個眾生我就不給你 什麼理由呢? 這是正 下面第三個解釋,分兩刻 第一刻不是 雲和不是,什麼時候這個眾生通菩薩要,菩薩不給 什麼原因呢? 這是 在下面 再解釋,分兩刻 第一刻說不是 魏主菩薩,要知種種內外實物 菩薩 假設他知道 種種內實物 種種外實物 與彼眾生,唯令安樂,不作利益 對於那個,接受菩薩 布施那個眾生 使令他現在 心情安樂自在 只是有這麼一點好處 不作利益 並沒有令他 得到 諸惡莫捉,眾善奉行 不是的 他沒能這樣 不作利益 伏與彼,不作安樂,不作利益 或者你通他要菩薩眼鏡 或者要他財富 對,菩薩要給他的話 伏與彼,不作安樂 對他也不會有得到安樂 也不會得到利益 這個意思 利益是思想上的問題 不在思想上 令他能夠 放棄了惡 去推行 實行善法 沒有這樣的好處 不作安樂 他也不會因為這樣 他將來,或者現在 或者將來得到安樂 也不能 遍不思欲 當然菩薩就不給 對你沒有好處 那菩薩就不給了 第二個是思欲 要知種種內外事物 與彼眾生定做利益 菩薩給你個面包 那對他是得到利益 他得什麼利益 他會去思維這件事 菩薩的偉大 做善而不作我 我也是這樣子 我吃你這個面包以後 從這以後 不作何事了呀 我做善事 那就是定做利益 不定安樂 要種內外事物 與彼眾生定做利益 不定安樂 不是說現在就得到什麼 財富 得到什麼安樂 不是 不是現在得到 不決定現在得到安樂 但是你現在能決定得到利益 財富與彼 定做利益 定做安樂 那是更好的 即便是 這樣情形 菩薩就內外事物 不是給他 看這篇 定做利益 不定安樂 如諸菩薩 與彼眾生 余奸 余奸 憂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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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利益 是 儒諸菩薩 對於彼眾生 余奸 憂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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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不安乐,然而在将来的时候,不是不得安乐,将来能得到安乐 因为你现在做了善事了,你现在诸葛摩哲,众生盟盈 那么你将来不得三个道,你就在阴间天上相复,不是决定安乐了 言语当来非不安乐,要做利益,定做安乐 由于你现在,你做了善事的利益,将来你会得到安乐的,有因就有果 所以这和呢,是利益如因,安乐如果,有因就有果吧,所以将来必定安乐 一如至他利品中说,零本三十五卷二十一,在那里有说 如是略说,菩萨应是,不应是仪 前边呢,是略说,这是第二个,广变 寓意是略说,现在第二个是广变 分两个,第一个是结前身后 如是略说,不是应是不应是以 说完了,次当广变,应是不应是的事件,广说 那么这是结前身后 如是略说,菩萨应是不应是以 不应是以,这是前文结束 次当广变,你生起后文,这是结前身后 下面第二个,变种种相貌 分两个,第一个是内身,又分两个,第一个是解实 第一个是不应是,又分两个 第一个是生命色 分两个,第一个是标 为主菩萨要众生要有来求共为伴侣 为主很多的菩萨 要有来求,假设有众生来到这里来向菩萨 要求共为伴侣 我们做伴侣,就是合作的意思 我们互相合作 做什么事情呢?合作做什么? 欲作非离,逼迫损害,逛活于他 想要做一些不合道理的事情 逼迫众生,损害众生,逛活众生的事情 做这种罪过的事情 遍布一身,一身是余 菩萨就不会用这个身体 不是给你,不同你合作 你要求,不满你愿,我不是给你 遍布一身,而是余比,谁所欲为,悉数余比,谁所欲比 就是不同你合作,不做这个事情 你不能够来控制我,不可以 这是第一个是标 这是第二个解释 有诸菩萨,宁于百凡千凡,或百千凡,舍之生命,持足众生 有诸菩萨,宁可这样做 我一百次 或者是一千次,或者是百千次,就是一万次 舍,弃舍自己的生命,不是给众生 五百次,千次,百千万次,这样子 使我的生命,度化众生 忠不随他,教命,称悦必行 不管时间多久,我不会听随顺你的命令 称悦必行,就是喜悦你的心 余子众生,非礼必派,损害众生 我对众生,非礼的众生,非礼众生,逼派众生,损害众生,逛活众生 这些事不做 不做这些事 看这皮银记 非礼必派,损害、逛活者 异地中说,二十二种法愤,随其所应 随所应,也就和这个意思相同 我不伤害一切众生的 你叫我同你合作 伤害一切众生,这些事不做 这些事不做 这是 前面是 弥而经意标 弥而拾 现在下面第二颗 身份色 身份色 前面是生命色 生命色就是全部的生命 现在身份色是身体的一部分 这里分上个第一课由意要尽 分上个第一课是标 要诸菩萨 于所行思 意要清净 要是这个菩萨 对于自己 修行不是玻璃密这件事 他的内心很清净 就是 生命财 生命和财富 这两件事 都没有爱着心 那就叫做清净 没有爱着心 所以要诸菩萨 于所思 意要清净 见有无量众生 是 见有无量力众生 正现在见 他这个时候 他对于自己的生命财 也没有姑息 就是心清净 他能不死 见有无量力众生 这时候你看见有无量的很多很多次能利益众生 正现财 这个事情出现在菩萨的面前 许有来求自身 自戒不应是 就在这个时候 有很多的因缘 等待菩萨 来修行不是玻璃密 假设这个时候 有一个人来求来求自身 求菩萨的生命 你把你生命给我 来求菩萨的 自戒 一部分 或者手 或者足的一部分 不应是 菩萨不要去 去施赦给他 你一施赦他 你就不能利益无量众生了 见有无量力众生 是正现在前 就不能做了 就耽误了 所以 众生来求菩萨的 生命之戒 不应是余 何以过 这第二个正 什么原因不能是余 第三个解释 第一个减费 何以过 什么原因 非彼菩萨 遇水行事 一遥不尽 他不行不死 不该拒绝他 这不是 不是那位菩萨 对于所行的 不是一遥不尽 我就吝息 我这个财富不给你 不是这个意思 心生退要 如果心里面吝啬了的话 你爱着自己的生命 你要是让他 不是生命 就是心里退要 想我退了 不能不做这个事 如果是念言 心里面这样说 此应可思 此不可思 他要退了 得退心的时候 他就这么想了 这样是可以不死 这个不可以不死 此应此欲 此不应此欲 故 会有这些分别了 但是现在菩萨 菩萨的意要清净 没有建立心 这是减非 减这个错误的事情 下面第二课显正 彼菩萨为令意要得清净 顾虚舍现前立众生师 而是身份 由彼意要以清净 顾不应气舍正言在前立众生师 而是身份 所以彼菩萨为令意要清净 顾虚舍现前立众生师 要是菩萨本身 对生命有爱着心 对自己生命有爱着心 爱着心 那这时候就不能行 不知道 对财富有爱着心 你不能修菩萨本身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菩萨为令意要得清净 为了使令自己思想 对于菩萨本身 欢喜 我欢喜不使菩萨本身 不吝啬 虚舍现前立众生师 那他这样的情形 他要放弃现前立众生的事情 这件事不能做 那么做什么事情 把这个身体 不是给众生 这样子来锻炼自己 使令自己的心清净 使令自己的心清净 这样的意思 有比一要 以清净 由于菩萨对自己的身命财 没有顾习的 坚定的这种思想 他能放下 能够不死 能够不死 有比一要 在前立众生的事情 不是说是没有这件事 你需要去筹备 那就另一回事 现在这个众生正等待你去救护 是现成的 你就只应该做这个事 所以是 不应弃者正音在前立众生事 而是身份 你把自己的身份 不是给众生 这是不对的 下面第两课 犹他脑烂 第二 前面是 由于要静 第一课由于要静 现在是由他脑烂 分两课 第一课是 举魔仲天 分三课 第一课不要 要诸菩萨 要魔仲天 怀脑烂心 现前来起身份之界 不应分岁 自觉是愈 有诸菩萨 遇见了不同的事情 就是魔仲天 就是遇见顶天 他和这天 怀脑烂心 他在心里面怀常着 脑烂菩萨的一思想 现前来起身份之界 那么他就出现在菩萨的面前 就来向菩萨祈求 你的身体 你把你的眼睛给我 你把你的心脏给我 我要你的肝脏 就是这样的 前来起身份之界 不应分岁之界 菩萨是不是布施给他 能瞒他所愿呢 不应分岁自己的这个事 各部分的职业 实说给他 不要做这个事 不给他 这是 何一顾 正 为什么不给了你 不是自己的生命财富吗 怎么你越来越不给了你 何一顾 无比丹怀上品过罪 寄损害不 第三个解释 不要令那个人 他怀得上品的罪过 菩萨正这个时候 他对身体没有爱照心 他有很多的众生 等待菩萨去教化他 去布施的 去做这个功德 菩萨现在脑 这个魔王不怀好心肠 就来破坏他的菩萨道 是这样意思 这样也这样 你当怀上品过罪 寄损害不 你会得到一个上品的罪过 你对菩萨的菩萨道有伤害 寄损害不 所以菩萨就不给他 这个第二个 这个第二个 是利比所使 如魔众天 如是于比所使众生 当时也 如魔众天不怀好意来破坏菩萨的菩萨道 他也顺从魔王的意思来向菩萨捣乱 来向菩萨 要菩萨的身份 当时菩萨也是拒绝他 我不给你 或有众生 持狂心烂 来求菩萨身份之业 第三个 是犹他狂赖 这不是魔王的 不是天上的魔王 犹他狂赖 第三个 第一个是标 或有众生持狂心烂 就是欲词 等于就是有神经病了 在心里面乱 不能寂静 来求菩萨身份之业 来到菩萨这里 向菩萨求 你的头给我 你的手足给我 这些 以不应遂之业 那菩萨这样持狂心烂的人 来向菩萨求身体 身份之业 菩萨不应遂之业 适合给他 不要这样做 再二是证 何必顾 什么原因 有比不住 自信心骨 这第三个皆是 所以不给他 由于那个人呢 他不是安住在 他一个正常的精神状态中 他不是安住在 他要安在正常的状态中 不是神经病啊 那么他有一个原因 像菩萨求 你把你的眼睛给我 那我的菩萨可以做办法 这样子 有比不住自信心骨 有比不住自信心骨 他不是安住在 正常的精神状态 不为毅力而求其果 他不是为了 菩萨把自己的身份 自己送给他 他是得到毅力的 这个魔王来向菩萨捣乱来量的 菩萨就是满太院对他也没好处 他的目的也不是为了 等无声发言 我说我修晓圣道 我一力而求其果 心心狂乱不自在 他那心里面有狂乱 癫狂啊 就是神经病了 这种境界 他那个癫狂的病啊 困扰他 他心不自在 不自主的 要做这恶事 要再伤害菩萨 不过一力而求其果 情心狂乱不自在果 空有种种浮忘也说 那个魔王啊 魔王 魔王的说死的严重生 空有种种浮忘也说 这是有 空有了 白有了 种种的浮忘 不深刻 很浅薄 很浅薄的 那种没有意义的言语 世故不应是必身份 所以不应该啊 把自己身份送给他 魔王也会说 我满足你的布什波罗蜜 满足你无上菩提愿力 你把你眼睛给我 他也会说一些话的 但事实上他不是这个意思 他是神经病 所以不是不给他 不应私比身份 除上所说 于上相伟 来求菩萨 身份之业 第二课 应私语 前面是不应私语 下面是应私语 除上所说 前面说的这些 把它 撇开 不算 于上相违反的 来求菩萨的身之解 生命里面的某一部分 随其所欲 应私比身 菩萨 随其他人的欢喜 把自己的生命送给他 不是给他 随所欲为 随所欲比 随他的欢喜 那么菩萨的生命 随所欲他 放弃了自主权 随顺欲比 获分之解而是欲的 前面随所欲为 随所欲比 这是全部的生命 下面获分之解 是一部分而是欲的 当这四名菩萨 余主菩萨于内所可施物 或应私欲或不私欲 结束这段文 余主菩萨于外施物 要众生来求 毒道 毒火 道酒等物 第二个是外物 身外之物 分九个 第一个于毒害物 两个第一个是不应私 余主菩萨于外施物 身外是不私的东西 要众生来求 来向菩萨祈求 毒 祈求火 祈求刀 祈求九等物 或为自害 或为害他 即不应私 他祈求 毒 火 刀九等物 他祈求 他的目的是什么意思 或为自害 用这个来伤害自己 或为伤害他人 即不应私 菩萨就不应该不私给他 是这样 下面第二个 应私 要有众生来求毒火 道酒等物 或自遥于或遥于他 是即应私 菩萨就应该不私他 有诸菩萨不应属他 非同一物 而先回事 这是第二个 于属他物 于习属于别人的东西 就是别人所有权的东西 分两个 第一个 柴骨物 有诸菩萨不应属他 非同一物 菩萨不应属于别人的 而没得他同意 这样的东西 你不要拿过来 就是不行 不是不可以 不以属他 习属于他的 非同一物 而行回事 有诸菩萨不应 没够 以他其切 而行不是 这是第二个 有诸菩萨 有诸菩萨 前面是柴骨物 这是有诸菩萨 如果这不行没够 菩萨不做梅的事情 不可以做梅 是以他其切而行物 别人的其切 把它取过来 送给别人 不要做这种事情 不是不做这个事情 这是第二个 下面第三个 欲有虫物 有诸菩萨 不以有虫饮食等物 而行物食 这个虫吃过的东西 就是行物食 不是这样做 下面第四个 欲于稀乐物 分两个 第一个别变相 第二个 稀乐举摄 分两个 第一个不应思 分三个第一个有标 有诸菩萨 要有众生来求种种能饮喜乐 要有众生来到菩萨这里向菩萨求 各式各样的能饮喜乐的 能饮无意 所以说 这些游戏 一些令人心情快乐的这些事情 能饮无意 能饮出来没有真实价值的事情 说是主 能饮无意 所以说是主 不应思愈 这是不给他 不是 不给 何以故 第二个是正 要是彼此 虽然令彼于菩萨心生欢喜 说是这样的 吃起乐的东西 不是给他 虽然展示令他菩萨 对菩萨生欢喜心 而不令彼于菩萨广若种种不饶于世 但是 令他 于菩萨心生欢喜 生欢喜了 但是 又令彼于众生广若种种不饶于世 不离音的事情 伤害音的事情 我也是故令彼于多性交易恶行 我因为你不是给他这样的东西 使令他多性常常做交易恶行 非常交慢的放逸 恶行 交慢放逸就是恶行 多性交易恶行 身怀以后多诸恶行 因为这因果的问题 你做恶事 身体坏了以后就要多了恶道量 要有种种喜乐等句 随腹诗语 不令众生多诸恶行 这第二个因识 要有种种游戏快乐的这些器具 随腹诗语 不令众生多诸恶行 虽然用这个喜乐做主具 不是给众生了 但是不会因此令众生多诸恶道 不会的 义不增长 诸不善甘 也不令那人注重恶事 菩萨为于令彼众生 因此所是喜乐等句 奢寿遥以心生经义 菩萨为于令彼众生 因此所布施的游戏 快乐的这些知具 奢寿遥以心生经义 因为这样不是给众生了 也就是利益那个众生 同时也就是奢寿了那个众生 奢寿一些遥以 信生经义 信生经义 那个众生对于菩萨 能生起清净的信心 信生经义 一颗化道 有了经义的时候 就容易教化 一颗成熟 容易成熟它的善根 随彼所求 随彼所求 随它所求的东西 完全都不是给它 世主菩萨要有来求诸细乐事 这是第二课 细乐事说 分两课 第一课是证 世主菩萨要有来求诸细乐事 这些游戏快乐的事情 何者应是何者不是 菩萨有很多的众生来向菩萨求这个事情 菩萨心里面怎么想说 这个人应该不是 那个人说不菩萨 应该怎么决定呢 那么这是证 下面就是 下面列出来 分四课第一课不列识 为主菩萨 忠不识音不列等话 菩萨终究是不会不是给别人的 这个亡捕禽兽的方法 你用什么方法 把那个兔子都抓到 你用什么方法 把那个狼都抓到他 这些事情 菩萨不识这些方法 现在第二课此识是 有语杂慧主持世众 做大方便度计众生损害其命 怀悟两罪 欲必持世众不知作以不教他 这是持世的事情 就是一般社会大众 不是佛教徒 就是造这么一个像庙的这些东西 这个地方 在这里祭祀鬼 祭祀是鬼神 这些是做这个事情 这些事情 其中有些杂慧的 不清净 污秽的事情 在慈世中 就是在那个地方 做祭祀的时候 做大方便 用了很多的方法 多积众生损害其命 集会了很多的众生 就是绑着一条一个猪 绑着一条牛 帮着一条羊 帮着一条狗 这些东西 损害其命 就把他给业 牛也好 羊也好 就杀掉他 这样子 在那里做这个事情 怀疑无量 这个众生罪很多 欲必持世 忠不自作 一不教他 菩萨对这件事 社会上一般的 没有佛教思想的人 他们就是做这种事情 菩萨决定不做这个事情 忠不自作 一不教他 也不教别人去做这个事 一不愚必诸天寺中 撒羊 菩萨也不会在那天寺 供出天的那个庙里面 撒羊 来祭祀天 菩萨不做这个事情 要有来求 或水或路 无量众生所依之处 这是第三个害生的事情 分两个 第一个求一处 要有众生 来到菩萨所 向菩萨要求 或水里面众生 或陆地上的众生 无量的众生 很多很多的 水入无量的众生 所以一直说 我要拿多少 多少鸡 拿多少鱼 我要放一个地方 你要不要你这个地方借给我用 送给我用 干什么呢 我欲杀害毕生命骨 像菩萨要求 要求菩萨 这个 这么多的防水 给他用 他在用这个防水做什么呢 就杀害毕生命骨 杀害很多众生 菩萨自以忠不识欲 菩萨知道你做这种恶事 我决定不给你 不给你有 下面呢 求害聚 要有来求赵罗 菊 墙 危害众生 即危险 要有众生来到菩萨 得向菩萨求赵 赵是捕鱼的这些东西 抓鱼的这个东西 罗者王爷 抓鸟的这些东西 不是 捐 捐 捐是抓兔子的 抓那个兔子的网 捐 墙也是网 就是网这个禽兽这些东西 危害众生 即危细小 他向菩萨要这些东西 他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伤害众生 即危细小 先要学一些 我现在不去打鸟 也不去抓鱼 但是我用这个东西 学一学 怎么用 要学一学 皆不施 不舍不给 不给你这个东西 这是第二课 下面 下面是第四课 抱怨是 要有怨家来求仇戏 为遇遇 为遇何骂 佛虏杀害 夺财之法 终不施欲 所以要有怨恨的人 彼此间有怨恨 这个人 来求 对方 有 他的怨恨的人 他的怨恨的人 在菩萨这里 那么他就来菩萨来求 求这个有怨恨的人 仇恨的人 这个人 这个戏 彼此间有距离 不来往 有仇恨 不来往 但是现在他也来 来杀害这个仇恨的时候 为遇何骂佛虏 或者是 何骂他这个仇恨的人 或者是戏佛 或者是杀佬 佛虏 或者是杀佛虏 或者杀佛虏 杀害了以后 还要夺他的财富 或者是自罚他 菩萨不给 忠不无私欲 你这个仇恨的人 是在我这里 不给你 不允许你来杀害人 这样意思 现在看批评记 要有怨家来求仇戏等者 位于自所奢受友情 就是菩萨自己所奢受的友情 他所栽培的 或者是他所保护的 有众生 要为他愿有仇戏者 不是保护这个人 有仇恨 另外一个仇恨的人来 仇戏者 与他来求 忠不私欲 忠不私欲 我不给你这个 不给你这个人 在律上里面说到一件事 有一条路 从这个必修或者修行人的门前过去了 过去以后 不久就来打猎的人 就来对这个必修说 说你没有看这条路 从你这过去 就问这个必修 菩萨你看看自己的指甲 我没看见 不告诉他 这个路从这里过到那边去了 不说 这必修不是菩萨 但是也是这样的态度 从不私欲 这是别变相 这都是别变相的事情 下边你举一句要义 第二个举要义 分两个 第一个不应事 以要言之 所有一切笔牌损害 他主有情 戏乐等聚 有来求者 是如不在皆不私欲 不给你 不给你 这个 尤其乡村有些小孩子 也是拿那些飞鸟 一个蝴蝶这一类东西 就是戏乐的想法 但是就是把那东西的伤害了 这些小孩子物质 也做这种有罪过的事情 现在菩萨不予方便 不做这种事情 有来求者 有来求者是如不皆不私欲 这是不应事 下面说应事 要乎种种象马车欲 有象或者马或者是车或者是欲 欲也车是有轮 欲是没有轮的 这种车或者是衣服 或者是庄严的器物 或者是镇庙的饮食 西歌物等 练习学习学习歌 学习物这些等等的事情 记住乐器 音乐的东西 图示香曼 或者图示 图示增加你的美丽是什么的 或者是什么香油 油以类的图示 或者是香或者是曼等 真玩重聚 很珍贵的一些好玩的东西 园林楼关 或者是一个花园 或者是一个林 或者是楼 或者是关 关也就是楼 就是高楼能向远关 所以楼就是名字为官了 或者是舍宅 室女 习小种种工巧夜处 习小种种工巧的夜处 这个工巧 或是能造房子 或是能造车 能造船 各式各样的事情 如是一切细乐等据 唯于令其于菩萨所 菩萨叫他们对菩萨这里 因此发起清定信心 有来求者细节诗语 菩萨要诗语他们 他们不做恶事 而对菩萨有信心 这样菩萨也就会使舍给他们 下面第五个 欲求隐诗 分两个 第一个 不识非语 有诸菩萨要有病者 来求非量 非疑隐语 以不识语 说是 诱诸菩萨要有病痛的隐 来到菩萨这里向菩萨求 非量的隐识 就是过量的 你有病了 你求这个隐识是过量的 非疑你有病了 这个隐识对你是不适合的 菩萨以不识语 这可见菩萨也要懂得医药的 才能这样的 下面第二个 不识禅识 是大点了吧 大点了 大点了 大点了我就 就停在这里好了 停在这里 好 有点 厉害 有点 钟 好的 非常 是的 很容易